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就是一位问心无愧的实力派演员和优质偶像 被广泛喜爱合情合理 无论是排面还是影响力都非常大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示已经准备就绪 只等肖战作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作为名副其实的实力派演员 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肖战的作品 回头看一看 肖战出道至今这么多年 陆陆续续塑造了非常多经典角色 肖战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总之恭喜肖战 新剧播出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也开拍 电视剧和电影领域双管齐下 已经迫不及待想去电影院支持肖战的新电影了 不仅如此 肖战另外一部新剧《娇阳伴我》 也会在2023年播出 这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肖战要开启罢瓶模式了 非常惊喜 小编很期待《梦中的那片海》这部剧的 因为已经许久没有看到 关于70年代北京青年的故事了 对于这类型的电视剧 我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和血色浪漫做比较 因为在我心中 血色浪漫应该是看过的 关于那个年代北京青年最好的电视剧 上山下乡当兵经商 那是一个巨大变革的年代 也是快速发展的年代 导致身处那个年代的青年们 不得不随时做着人生选择 关于这部剧比较遗憾的事情 导演傅宁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不幸去世了 他最终没有看到自己的这部作品播出 从预告片看 肖战穿上军大衣有那股子青年范儿 或是愤怒或是高兴 都充满蓬勃的朝气 剧中他是社会青年 也会是军队士兵 还会是公司负责人 时代变化身份也在变化 心境同样也在变化 这是非常考验 演员演技的 你得准确拿捏不同身份 不同年代下的性格 但是小编相信 那么多场话剧零失误的肖战 定能轻松胜任 梦中的那片海里的海 指的应该是北京的石刹海 这里也可以隐喻 肖春生那一批青年 在时代变革中的成长和经历 回不去的过去 看不到的未来 唯有认真把握当下 70年代 动荡刚刚结束 一切都在慢慢恢复正常 社会正在酝酿巨变 此时高考或是当兵 就是这批青年的出路 80年代 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快速发展 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 但那时候对于公司运营模式 还都在起步阶段 肖春生等人 该如何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又该如何更好融入社会发展 这大概就是这部剧的故事主线 至于故事支线 第一就是把肖春生 和童小梅的爱情融入时代 他们在经历着各种考验 第二就是 除了爱情 还有肖春生和他的兄弟们的友谊 利益面前如何坚守 观念冲突如何调和 这也是这部剧重点刻画的 《血色浪漫核心》 是青年成长中的迷茫 以中越明为首的知识分子 在时代发展中 不断自我怀疑和自我探寻 看这部片子 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中越明 到最后像李奎勇这样的人太多太多 而我感觉 《梦中的那片海》这部剧 应该更加青春一些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从恢复高考到改革开放 从集体经济到私营经济 展示年轻人的努力打拼 努力奋斗 在此前一篇文章中 小编就说过 肖战仿佛有红韵加深 本人不仅是奋斗型偶像 为事业打造了深厚的底蕴 而且冥冥中更是气韵照体 这不只表现在他自身的峰回路转 绝地重生上 还表现在他的商务代言和作品等等上 都是让人呈现的对象 虽然他的娱乐圈之旅坎坷难行 总是被恶意围绕 但不得不说 善良的人自有福报 关于《梦中的那片海》这部剧 可以说 卫波以万众期待 卫波以热不可言 一方面可以说是 肖战自身的影响力使然 另一方面 或许是肖战的气韵 也带给了新剧一身欧气 恰逢其实 有了两大法宝加持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不得不承认 有些事你是不服不行的 首先就是播出平台 之前很多人以为 《梦中的那片海》 会在地方卫视上星 或者北京卫视播出 但是结果是在CCTV8播出 播出平台的确定 自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智慧的 但能登上央视这个最牛的平台 不得不说运气是真好 无形中 剧作就拥有了最强的背书 是一种无声的肯定 后续在宣传与评奖上 都是占着优势 不得不说 肖战首部年代剧 就是央视剧 起点就不是一般的高 另外 《梦中的那片海》 来的节点也是恰到好处 肖战与徐克世纪联手合作 社交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这个超级大饼官宣 可以说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 都引发了关注 就连相对小众的某豆瓣 其声势也在短短几天时间 就赶上了玉骨窑 不得不说 徐克加金庸加射雕等 诸多爆炸性元素加深 可谓全球性大IP 声势真是不同凡响 而恰在此后 《梦中的那片海》上星播出 想不关注都难 讲真 不是巨宣 胜似巨宣 没有比这再给力的宣传公式了 不得不说 《梦中的那片海》 真是个欧气宝宝 肖战本身就人气爆棚 关注者重 加之央视自带流量 有着大量关聚群体 并在两大法宝的加持下 《梦中的那片海》 想不热播都难 这波 近日预告片直接播放破译 预约人数也直逼百万 可以说未波先热 声势喜人 而肖战一向倾心倾情打造角色 更在话剧舞台上 狠狠地磨利了演技 真是让人万分期待 肖春生的表现 另外说件有意思的是 该剧的编剧 所谓的剧作男主 很多都叫徐天 唯有肖战这里改为了肖春生 而据网友透露 之后这编剧 男主名字又改回了徐天 这是什么徐天情绪 而肖春生又究竟有何不同 真是太让人好奇了 这是必须要看 梦中的那片海的节奏啊 不过 有人喜欢 也难免有人嫉恨 梦中的那片海 被毒奶收拾不到一 不过 看看粉丝们为看剧 居然带动了电视销售的场面 如此真心诚意 着实让人感动 只想说 真诚演绎的作品 观众是能感受得到的 也终会赢得观众的喜爱 这部剧也会是肖战的 又一破圈之作 为他赢得更大范围的人们的支持 正所谓 以心换心 以心交心 如此真爱肖战的人 或许你就是下一个 没有什么成功是凭空而来 所有幸运 不过是努力后的延伸 所谓越努力越幸运 就是这个道理 观众眼里不揉沙子 人心更不容参甲 为何人们在内于一众俊男美女中 独爱肖战 是因他身上真诚的底色 人品的光辉 无需去抢 心以向之 有道是流水不争先 争的是滔滔不绝 远远流长 相信不带不堕 不骄不躁 努力向前的肖战 会红得最久 走得最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